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在夏天的时候的确是很喜欢吃这些蔬菜的 那我们今天要请到一位重量级的专家 告诉您夏天这些青菜该怎么吃 能够吃得更好 更有营养 更有味道 来 掌声欢迎解放军309医院的张叶教授 欢迎张教授 你好 张教授 大家好 请坐 张教授 今天在架子上摆的这个菜品呢 你看有绿色的 有紫色的 红色的 白色的 那姜算算黄色的吗 可以算上吧 有黄色的啊 咱们都摆得出来 就五颜六色不同的菜 有的人就说这个颜色不一样 好像它的营养价值也不一样 有这说法吗 是的 比如说紫色的菜里头含有的这种花青素的含量相对的多一些 这是一个紫色的一个特点 但是要说到这个茄子的话 可能刚才我们那个观众也说了 夏天的时候都挺喜欢吃的 但是它就分这个青皮的 还分这个紫皮的 然后有长的 有这种叫什么锤状的 来夏天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茄子 但我估计下面这个问题你可能没想到 来 咱们看一下 您觉得茄子的这个营养物质 它主要在哪里呢 是在茄子皮里 还是在茄子肉里 还是在茄子瓣里 来 一百位观众开始表达一点 茄子瓣 我觉得这个茄子瓣就有点混淆时听 不不不 我吃过 谁也不能吃茄子瓣吧 我吃过 你吃过茄子瓣 对 我吃过茄子瓣 特别好吃 这个当然不能吃 就这个 这个特别好吃 吃这个地方 嗯 对对对 这怎么吃 旁边这个 一样的就跟它一块炒 煎入锅 对 一样的炒很好吃的 嚼起来它会有嚼劲 然后它那个口感跟那个软软的茄子搭配在一块 这个是软的 这个是硬的 哈哈哈哈 您吃过这个茄子瓣吗 挺好吃的 嗯 您吃过这个茄子瓣吗 挺好吃的 嗯 大家以前吃过茄子瓣吗 那个我每次都是把那个茄子那个就是拿刀判一下把那个皮包下来跟那茄子一块炒 跟茄子一块 对对对对 我以为你是把茄子送邻居 把茄吃了 一块炒 因为它这个茄子炒起来的口感是软的 而那个霸是硬的 我认为在茄子皮里 茄子皮里 是 嗯 怎么会在茄子皮里呢 因为茄子皮这个紫色素也那什么 您在家要做菜的话那茄子皮保留吗 保留 晒干了 然后拿辣椒炒 哦 挺好吃的 对对对对 那咱们这样吧 看看一百位观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来看调查结果 绝大多数的人都觉得这个是在茄子瓣里 那咱们倒要看看这个茄子的营养成分集中在哪个地方 来看正确答案 看没有 看了没有 在茄子皮里 张教授 我们说一下这个茄子皮里到底有哪些营养成分 茄子皮里头呢 应该说是它的卫生素或者是活性物质是最多的 其实茄子呀 我们说它是个减肥食品 就是因为它的营养素呢 热能不多 水分比较多 但是呢 在茄子皮 特别是茄子皮里头的一些花青素的含量相对的多 铁的含量相对的多 所以营养在皮里头是没有错的 也建议大家这个茄子皮一定不要扔掉 花青素 大家现在对这词其实也挺熟的 咱们来看看 松化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其实呢 这个花青素啊 在我们体内主要是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 它主要是清理体内的自由基的作用 这就是花青素的主要作用 所以它在紫颜色的这种食物中比较多 然后这花青素是攻击这自由基的 对 自由基会让我们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反应 自由基呢 实际是个过氧化物的一个 过氧化的产生的一个物质 它可以使我们的血管壁的不光滑 使我们免疫力的低下 使我们变得衰老 使我们的脏气功能减退 所以这种自由基获得过氧化物 在体内的堆积的过多 对我们的健康是没有利的 那看来这个茄子皮 咱下回吃的时候得保留了 但是你知道吗 有些时候我发现小朋友就不太喜欢吃茄子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茄子做出来之后 好像感官上并不是特别的好看 有一些发黑 尤其是在家长做的时候呢 还没等下过呢 那茄子就已经变黑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应呢 让何博士来告诉你 就请何家 那确实是这样啊 大家都知道茄子呢 营养比较丰富也好吃 可是呢 它就是容易变黑 大家看刚才我在台下 刚刚切的这个茄子 已经开始发黑了 那么茄子为什么会发黑呢 它的原因啊 是因为茄子里面呢 有一种物质 叫做分氧化酶 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绕口 同时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物质 叫做多分类的物质 这两种物质呢 它们平时在这个茄子里 是相安无事的 它们不会遇到一块 可是我们把它切了之后呢 那么这个分氧化酶和多分类的物质 它们就会碰到一起 碰到一起 再加上空气中的这个氧气 它们就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 就变成了这样的黑色了 所以呢 这个看起来就不好看了 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 可以减少这个变黑的程度呢 我们首先要来了解一下这个分氧化酶 它的特性 它的特点啊 第一 怕氧气 第二呢 怕高温 第三 怕酸 还有 怕维生素C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上面做做文章 首先第一个 既然它怕氧气 大家看这是什么 我们在切了之后啊 可以先把茄子泡在水里 如果我们一时半会不会烹饪的话 把它泡在水里 让它隔绝氧气 那么它就减少了这个反应的速度了 那么另外 在烹饪的过程当中 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 其实大家可以学一学这个川菜 鱼香茄子的做法 什么样的做法呢 那么在这个鱼香茄子的做法里面啊 它要用大量的这个葱姜蒜 它们本身就是有抗氧化的作用 同时呢 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啊 还要加醋 加这个老坛酸菜 那么就是酸性的物质 也可以很好的抵御这个分氧化酶 还有一个呢 它的这个烹饪的过程呢 一直保持咕嘟咕嘟开的这个过程 那么也可以破坏掉一部分这个酶的成分 最后在起锅之前啊 我们还要放上一点这个西红柿 因为这个西红柿里面含有的这个维生素C的含量 也是比较多的 也可以减少它的这个分氧化酶的作用 那大家看一看是不是方法非常简单啊 再次重复一遍 第一 它怕高温 第二 它怕酸 还有呢 怕维生素C 还有怕氧气 好的 这就是我们教给大家的 如何防止茄子变黑 让它更好看的方法了 小季 每个地儿的做法其实不一样 刚才何博士介绍的是 他自己家乡菜 一家乡茄子 你知道在我们北方 有一道特别有名的菜 叫土豆拌茄子 有北方的观众吃过这道菜吗 我是把茄子洗好了 然后和土豆都夸好皮 蒸好了以后用酱去拌 再放点小葱丝什么样啊 对对对对 这是东北吃法 刚才45号观众说的是北方特别著名的一道茄子的做法 然后好像南方有雷茄子的做法是吧 四川一代 就是把这个茄子放在那个倒蒜玻璃给它怼一怼 然后放一些蒜 凉拌一下 凉拌一下 我们北方山西 我老家山西 凉拌茄子这常吃 一到夏天几乎顿顿都有 凉拌茄子怎么做 凉拌茄子就是把茄子几乎是搅碎了 应该是砸碎了吧 跟那个蒜什么放一块 也得先上锅蒸一下 先蒸 蒸熟嘛 然后再倒 蒸熟量量 早上再放点蒜 对 具体怎么做我不知道 你非要问我 我回去问一下我妈 但有一段时间不是盛行吃生茄子吗 可能很多人对现在这个茄子的吃法 到底怎么吃 才能够吃出它更好的这个营养价值来 也是说法不一 实际是这样子的 茄子怎么吃都可以 有人说一定要吃生茄子 就是有的人说不能吃 说句真的 我小的时候就吃过生茄子 在那茄地里头 趁着人家大人不注意 小孩又淘气 揪一个 一蹭就给吃了 没有事 在北方人呢 也会用这个茄子 一般都是长茄子 把它切成丝 和一些其他的一些菜拌着吃 因为北方人吃生菜 所以这个也没有问题 但是茄子呢 这个茄子皮上呢 有一点点小毒 所以呢 吃的不要太多 没有问题 不会中毒 很多人都会喜欢这么吃 实际呢 我们吃茄子的方法很多 我觉得倒不拘于 一定要怎么吃 但是茄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它特别能吸油 如果你一定要炒的吃 你如果不把油放好 放足了 这个茄子炒的 你还不如真的吃 好吃 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妈妈就一直说 说你得多吃点茄子 因为我小时候贫血 然后大人就说 你多吃茄子的话 就可以补血 那是指的茄子皮 茄子那确有补血的 这个作用吗 茄子皮在这个铁的含量上 确实是比其他的一些菜的皮 相对的好一些而已 一个是它是紫色的 这种鲜行 再一个实际上呢 在所有的带皮的一些时候 如果这个皮能吃的 相对的皮的营养成分 要比里头的肉 相对的多一些 但是咱们看到这个菜架子上 除了绿叶菜之外 其实夏天豆类的 这些菜也特别多 你看这个是什么 扁豆角 然后这个是蚕豆 大的这是新鲜的 这是南方 好像北方很少看到 这种新鲜的是吧 然后这个是姜豆 北方也叫长豆 叫法不一样 这个咱都熟了 这个吃的太多了 叫四季豆 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豆类 南北方都不一样 这些都是一个家族的吗 应该说咱都叫豆 实际它不是一个家族里头的 你说这些还不一样 就它俩是一个家族的 那这个呢 这个姜豆和它不是一个家族的 为什么说不一个家族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吃 你吃法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扁豆四季豆的 如果你不做熟不行 而姜豆没有问题 它没有毒素 豆类的好处太多了 在所有的蔬菜里头 在所有的菜里头 特别是植物性的 这种蔬菜里头的 豆类的营养价值 应该是在所有菜里之首 它的蛋白质含量高 它的水分相对少 它的这种矿物质 以及一些这种维生素 和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分 包括脂类 脂肪类和糖类 它都是含得比较多的 但是刚才啊 这个张教授提到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虽然说这个豆类 营养价值是最高的 但是如果要吃不好的话 吃不对就有可能会中毒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一个故事 是我小的时候一个邻居 就是妈妈给做了焖面 焖面一般都里边放豆角 豆角 但是妈妈知道这个孩子呢 她比其他的几个孩子呢 爱吃豆角 然后妈妈做完之后呢 就觉得掀开锅一看呢 觉得那个豆角有点不够 其实它是蒸的一半的时候 妈妈就又吃了一点豆角 就扔进去了 也就是后来进去 这个豆角呢 蒸的时间不够 就这个豆角出了问题 一家人一下送进医院 差点有一个小孩就没了 那后来抢救过来之后 好像还留了一些后遗症 就是没熟 豆角没蒸熟 对 它就是有一部分豆角是后放的 它没有完全蒸熟 所以就出了严重的后果 全家人到医院 我们邻居都去帮忙啊 到医院非常危险 病危通知书 就是所有后来有一个孩子 连后事都准备了 就这么严重 但是我觉得今天咱可能会告诉大家 可能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一点 这豆角除了没蒸熟 有可能会引起中毒之外 还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也有可能会引起中毒 咱们听完这个题 可能大家心里就清楚了啊 来看下面这个问题 我们想就这个四季豆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豆角 它哪个部分的毒素含量是最高的 是这个两头还是中间 还是这个豆筋 所谓的豆筋就是你看 扯下来的这一条 来一百位观众通过选择器表达意见 我一辈子都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那个邻居到底是吃了筋 还吃了头 就是出了问题了 还是吃了头 还吃了中间 真在想 但是一直没有想明白 刚才一说更糊涂了 我们来看看一百位观众 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来看调查结果 最多的是 大家觉得是两头毒素是最多的 那到底是不是两头呢 广告之后再来告诉你 大家回到张天 还是的健康记录节目 下回再吃豆角的时候 还真得注意这个问题了 哪个部分的毒素含量最高 咱们应该避免吃这个地方 答案是 两头 还是要去两头 还真是两头 留中间 对 不过你看得出来 就是大家可能以前 如果要是没看到这道题的话 未必会想到说豆角哪个部分 还是含有毒素的 这地方含什么毒素 实际呢 这个豆角啊 全身它都有一点点小毒 主要是一个扁豆碱 我们有的时候叫扁豆碱 有的时候呢 就把它索性叫了一个 叫一个叫什么 毒素 就是统称了 实际呢 这个在两头上的 这种扁豆碱的含量 相对的多一些 中间的相对的少一点 但是就是少 也是有的 那像刚才王导他提到 邻居家那个孩子 吃完之后中毒了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没蒸熟 还是因为本身豆角 就是有的 肯定是没熟所造成的 其实这个呢 一生做熟了以后 它这个灭活了以后 就没有事 所以我们一直在吃豆角 特别在北方 这个豆角 有没有 这个这么半的吃的 生的吃的 从来没有 一般都是把豆角 放一点土豆啊 或者放一点炖的吃 是不是这个道理了 所以一定要把它炖熟 如果你一定不炖熟 是绝对中毒的 说是我 没中毒 我吃了 感觉很生 也没中毒 它指的这个生 是一定不是生的吃 是熟的吃 但是呢 所以你妈也得焯一下 对 它炖的 不像北方人炖的那么烂 这个要如果说 觉得口感还挺脆的 有这么几点 一定要注意 第一把它切得很短 一定要焯 这样焯呢 一定要是 不能说是叫不熟 一定是焯熟 但是不烂 不像北方人炖的 那个豆角那么面 一焯完以后呢 一定要过水 在一冷 一热的这种过水的过程中 它也可以使它的毒性 大大降低 而且在我们刚刚一熟 口感还有点脆的这种情况下 也是可以吃 条件是一定是短 所以呢 这个豆角要想吃的 它 这个 这个 不中毒 对身体健康 一定要是在加工方法上 下下功夫 您知道吗 以前吧 小的时候经常就会让小朋友来掰这个豆角 然后我那会掰的时候 还总觉得舍不得 再把那个 这个剩的部分留得多一点 然后就掰那点小尖 把那个丝扯下来 那现在应该说是 宁愿舍弃的多一点 把这上面的大头掰下来 把丝扯掉 其实呢 我觉得那倒也没有必要 为什么说没有必要呢 虽然是两头的毒素稍微多一点 当我们烧熟的时候 它都没有问题了 你掰的那么多 还是个很大的浪费 也是浪费 但是咱们之说 它毒素的存在的位置 哪个多 含量多的时候 我们讲到这 真正在我们做的过程中 正常的掰就可以了 我认为关键啊 好多人喜欢吃豆角的时候呢 还想把那个原有的那个脆保持了 我认为大可不必 你要想吃脆 有很多蔬菜可以吃脆 唯独到这豆角呢 你就像北方人一样 给它弄软糊了 只要软了 就说明它肯定熟了 没错 你在豆角上追求脆 说不定就嘎巴脆了 是吧 本身这个食物当中就含有毒 但是咱为什么还吃它呢 因为咱有方法能够去掉这个毒 保存它的营养价值啊 那我们要看看 哪些食物当中是含毒的 而且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去毒 这个问题让何佳博士来告诉你 来 邀请何佳 是的 小鸡 那么确实是很多食物啊 特别是植物类的食物 它其实含有很多对人体健康不利的一些因素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它们去掉 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 首先这个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吧 黄花菜 对 又叫金针菜 那么像这种菜里面呢 它含有一种毒素啊 那么它是一种细胞毒素 叫做秋水仙碱 我们把它连起来 它很有秋水仙碱 那么秋水仙碱呢 这种物质呢 它会干扰这个细胞的分裂和分化 有可能有潜在的致癌性 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吃这个金针菜 吃黄花菜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啊 一定要注意 那么在吃之前呢 一定要废水煮 煮完了之后还不行 因为它这个秋水仙碱呢 有可能不会被完全破坏掉 然后我们再用清水泡一泡 所以这个是黄花菜的这个吃法 那么还有呢 有的人呢 一般在新鲜的这个黄花菜里面 它的这个秋水仙碱呢 含量是比较高的 而干制之后啊 做成这个干了之后呢 它的含量略有下降 不过呢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烹饪之前呢 也要先在废水里抄一遍 捞起来再进行烹饪 好 第二个呢 这个是发芽的土豆 那么大家可能对它 都有一些了解了 它们里面呢 主要是有一些龙葵素的成分 是一种茄碱 那么像这样的土豆呢 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一定发芽的土豆啊 不要吃了 不吃 好 接下来呢 这个是蚕豆 那么其实呢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在蚕豆当中呢 它含有一些生物碱的成分 那么这些成分呢 它可能对一些 我们就是基因 有一些缺陷的人呢 它可能产生一种疾病 叫做中国蚕豆病 那么这种疾病啊 也是由我们这个中国人 整理发现 并且命名的 那么像这种基因缺陷的人呢 一般是在这个西南三省 还有这个湖广地区比较多 所以呢 这边的人啊 我们都要建议大家 少吃新鲜的 或者是 一定要煮透 把这些碱都给它破坏掉 少吃新鲜的呢 就是特别要注意的是 如果说不太放心 特别是小孩子 不太了解的这种情况下 那么最好就一定要 禁止食用新鲜的蚕豆 那么如果在蚕豆开花的时候 我们都要远离这个蚕豆的地里啊 不要离它们太近 那么这个豆角 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 那么它其实呢 主要就是一些造素的成分 比如说毒扁豆碱 一听这个名字 就挺吓人的 有毒的扁豆碱 所以呢 它的这个做法 一样是 不但是必须要 那么它的做法 必须要煮透 烹饪啊 一定要把它做透 把它这个碱完全破坏掉 那么它就不是少吃新鲜的了 一定不能吃新鲜的 不要吃打上叉 不能吃新鲜的 所以呢 这个是豆角的烹饪方法 最后一个是这个十字花科的这个植物 比如说白菜啊 青菜啊 那么因为它生长的一些关系呢 它里面啊 有一些亚硝酸盐的成分 那么这个亚硝酸盐 它还有一个特点 随着这个蔬菜啊 我们买回家 放的时间 存放的时间越长 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会越来越往上升 在烹饪之后啊 如果我们放在这个常温的状态下 那么由于细菌分解的这个缘故 它的亚硝酸盐也会逐渐的增加 所以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 十字花科类的植物 比如说白菜 比如青菜 小白菜等等 那么是尽量吃新鲜的 如果烹饪之后 不要久存 不要 最好不要吃剩菜 那么如果要保存的话 在烹饪之后 不得已要保存的 那么在烹饪熟了之后 立即放到冰箱里 那么也不要存放太久的时间 最好在12小时之内 就把它完全吃掉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常见的一些植物的毒素 以及它们的应对办法 好了 小鸡 谢谢侯博士 告诉大家 这些新菜应该如何取其力 避其害 但是我们往这个架子上 再来看一下 刚才有一些豆类食品 咱们说最好 一定要加工熟了吃 而且还是应该要煮沸水 把它做得稍微烂一点 最好 但是有些东西 咱就不能煮烂了吃了 比如说就是这个大绿叶的菜 咱可能就喜欢吃这口新鲜的 而且还要生吃 对吧 大家平时在家怎么吃这种像生菜和蜗具 半都吃 凉拌 凉拌 有时候那个弄点黄酱啊 卷烙饼 凉拌我们是量的梗 是量的拌的梗 就这一部分 把皮拌去切成绳 搞那个蒜汁 搞的辣椒油 给它香油 我已经调了一半一条 您说是底下应该还有这个莴笋 是吧 对对 这是莴笋顶上的这个叶子 叶蘸酱池 叶蘸酱 这还有卷烙饼的 大家吃法也挺多 不过刚才咱提到了 可能大家可能以前呀 大家可能吃的更多的是那个 莴笋液底下的那部分 也就是咱说那莴笋 吃法也比较多 但是大家吃了这么多年 您知道的吃了它有什么好处吗 咱们看看下一个问题 这可能很多人没想到 你说这莴笋 对以下哪一种病的疗效 有显著效果 是卖力种 就是咱们说眼睛上长的那个小茄子 还是脂肪肝 还是小便不利 来100位观众表达意见 这个我个人认为 大家安静啊 我这个重要答案 大家要听好 我曾经有轻度的脂肪肝 后来突然发现没了 我到今天找不着原因 我也没有锻炼 我也没有暴走 怎么就没有脂肪肝了 只有一个解释 是不是我哪天吃过莴笋 我不相信他的 就是我觉得还是小便不利吧 小便不利的话 因为大家都说吃莴笋 吃它的那个清脆的感觉嘛 那是不是顺利又下去了 对那个小便不利 还是有点好处的 有点难为大家了 咱们看看100位观众的选择 则大多数认为是对脂肪肝 和小便不利有好处 那是不是这两个答案呢 来我们看看 到底吃莴笋做什么好 看到没有 小便不利 这还真是咱们现在吃 得吃个明白 对吧 为什么对这个有好处 吃莴笋的效果吗 一定要讲调它的这个 谁感受的 我想那可能是我们国家的药王 因为呢 这个莴笋呢 我们说药食同源 有很多这个食物呢 我们可能在一些其他的书上 或者在营养上的书上 是找不出它的致病的效果的 但是我们把很多的食物 在中药大吃点里头 就能找到它的功效 在中药大吃点里头 告诉我们莴笋有利尿的作用 有轻小便的作用 就是利尿的这种作用 所以呢 它可以有轻火的作用 同时有利尿的作用 那要咱吃那个莴笋叶子 有这作用吗 莴笋叶子的这个作用 也应该有相对的 和莴笋去比 稍微弱一些 那脂肪肝对莴笋来讲 就不会有任何作用吗 还是和您以前的理论一样 也有 只是没有利小便的作用大 这么强烈 应该说是在这个里头 强调利小便的作用更强 这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 但是实际在我们的临床的 这个病人的这种饮食的 这种调整过程中 我们对待这种脂肪肝的人 我们也特别建议他 去吃莴笋 而且这个莴笋不局限于 吃这个莴笋的根 叶都可以吃 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 一定是半得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你看我们今天那个桌子上 摆的莴笋叶子 我给大家拿来看一下 其实吧 这说实话有点蔫了 但是这真的是我们昨儿晚上买的 也就放了一叶 这就蔫了 也就说实话 这种新鲜的菜叶子吧 特别的不好保存 尤其吧像这种生菜 我觉得这个新鲜的还好 像我在家有的时候买完菜之后吧 它不见得一顿都吃了完 放在那就很容易长那种 就是小鹤点 深色一点的点 大家发现没有 有这种情况吗 尤其是在生菜上特别多见 那这种新鲜的菜叶子 怎么保存呀 这种叶子菜呀 严格意义上来讲 先买先吃 尽量不要保存 因为我们关它叫水菜 水菜就是说离开水 它就脱掉了 而且当这个水一丢失的时候 它的微生素C 特别是一些活性物质包括叶绿素 就会大大减少 这个东西除了能现买现吃的话 如果实在是不可能 我们有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我们把它包起来 别让它水分丢失 比如说我们可以装在塑料袋里 放在冰箱里 这是一种办法 还有一种办法 有一些菜是可以生起来的 像一些油菜 像韭菜 像薄子杆 这种菜 我就会把它底下 比如说韭菜 我把它摘好以后 在根上就稍微去掉 那么一个公分把它切掉 然后我把它绑得松一点 就放在一个 有一点点水 或者有些湿的毛巾里 往上这么一闯 然后呢 如果外边有风 可以去来回 有风 它就把这个韭菜尖 就掉了 我就顶上套和塑料罩 那这样的话 我第二天吃绝对不会粘 这个叶子菜 最大的营养成分是什么 不是蛋白质 不是脂肪 是什么 是维生素C 在没有水分减少得特别慢 特别少的时候 VC不会不容易丢失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些活性物质 我们说叶绿素 叶黄素等等 其实都有这个作用 感谢一下张教授 就这样的话 咱其实随时随刻 都能够吃到新鲜的菜了 对吧 但是您知道吗 就夏天 一是这个菜不太好保存 二有可能咱烹饪不当的话 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也就是说 其实夏天要是吃 想吃这口新鲜的菜 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地儿的 下面有一个问题 您可能也忽视掉了 咱们看一下 你觉得以下哪一种说法 是正确的呢 也就是关于夏天吃菜 咱该注意什么呢 是咱挑菜的时候 挑那个虫子眼多的 是农药材流少的 还是说 这个只要是新鲜的菜叶子 还是以生吃为好 还是夏天的时候呢 应该多吃一些葱姜蒜 来 100位观众 开始表达意见 新鲜的叶菜 以生吃最好 刚才那个侯博士 已经教我们了呀 他说这个叶 就是那个蔬菜的叶子里面 含有一种元素 不宜过夜的 所以我认为 新鲜的叶菜 以生吃最好 这个说法比较准确 夏天应该多吃些葱姜蒜 其实 我是看见这个姜 这个字的时候呢 我就准备选择c了 因为这个姜这个事呢 我在其实很多节目当中讲过 我的奶奶活了106岁 她这一辈子呢 我经常给大家讲这个事情 她这一辈子呢 就有个习惯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 摸一块姜 就吃掉生姜 吃掉每天早上 天天早上 他们家是长寿家族 我父亲 现在80多岁 身体很健康 我父亲告诉我说 我的奶奶 似乎应该是从40多岁 开始坚持吃姜的 活了106岁 那是不是跟这姜 一定有关系 我认为一定有关系 要不她怎么活了 那么大年龄 所以说我认为 只要你保持经常吃点姜 对健康有好处 所以我稀里糊涂地 看见这个字 我就选 这是王室高盛秘诀 是吧 吃姜 吃姜 不知道大家会对这个事情 怎么看 咱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 咱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 来 绝大多数认为是 夏天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葱姜蒜 好 是不是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呢 广告之后再告诉您 欢迎大家回到中央第二台的健康制度节目 下回在夏天吃菜的时候 咱们应该注意哪个问题呢 答案是 太棒了 这个葱姜蒜应该说是都是辛辣发型的东西 对 在夏天的吃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呢 这个葱姜蒜 把蒜 人们形象的比如它是地下长起来的青梅树 咱们现在要有一些抗菌树要限制用 但是蒜这个食物 对我们夏天来 无论吃拌菜 无论是防止感冒 无论防止这个腐蟹 着凉的腐蟹 蒜都是功不可没的 生吃可以杀菌 熟吃可以暖胃 这个葱 我们可能知觉的它是个调味 把葱姜蒜都觉得是个调味 其实是当我们有的时候有感冒的时候 夏天特别容易 冬天这种感冒不多 夏天就是这个鼻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滴下来了 而且是青鼻子 这种时候 我们说着凉的这种感冒的这个时候 用一点葱根 带着点须子 带着点白 把它一煮水 然后呢 趁着热 喝完 稍微有汗就好了 就是葱白姜我们说的 对 葱白 对 像这个姜 我们说夏吃姜 实际上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 我更愿意和大家呼吁呼吁 吃点姜吧 为什么呢 夏天 为什么说现在 现在的这个 很多这个白领们都在空调房里 有一些老年人也是觉得太热了 不太爱出去 在这一凉实际似乎觉得天特热 但是这个空调进来的时候 从你的皮肤进到你的体内 让你很凉 这个姜呢 有暖的作用 有发散的作用 就是说你想要进来 我不让你进来 咱怼着你 你别进来 是不是 其实这种现象是非常有好处 所以有很多关节疼啊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 都是愿意你让吃一点姜 所以呢 在夏天的这个 这个季节里头 特别是有一些人 会有一些关节疼的这种时候 用一点姜 还是非常好的 好 我们下回知道了 要想长寿 要想夏天的时候 少生病 还是得多吃一点葱姜蒜 对 而且大家可以做一个实验 这个姜长出那个 芽的时候啊 你只要给它一点水 什么情况之下 它都会越长越旺 越长越旺 生命力极强 基本上我发现就这么一个规律 什么东西生命力强 吃在人体里头 人的生命力一定长寿 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 有道理 刚才咱们随着看到 选第一个的观众 只有五位 但是你知道吗 生活当中还有很多老人家 会专门到菜市场 去选那个虫眼多的 觉得你看虫子都吃 肯定那上面的农药就少啊 那现在咱到底 应该是选带虫眼的呀 还是选那种很好的 长得好看的心态的 实际上啊 我觉得这个不能走两个极端 我家里头啊 有一点点个小菜地 我是从来不打农药 但是我告诉你 虫子真多 虫眼也真多 但是这不证明 就是说一定说是 不打农药的菜 可能是有虫眼 有虫子 但是有虫眼的 也未必就不打农药 一个是呢 我们有的时候啊 这个判断这个虫眼的判断法 有的时候冰雹下来可以打破 有的时候农药呢 打得不均匀 它也可以出现了这个 这个虫眼 还有的时候 已经被虫子咬过以后 打农药晚了 它照样 对 也有农药 所以我觉得是正常去买 不管你看的有没有虫眼 你都要认真的去清洗 将农药可以去清洗 对 好像有一些 就专门去农药的小妙招 包括说泡里面那个泡在水里面之后 还要加一些什么东西 能够好的去农药 对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说是 现在有一些化学的事迹 可以去什么果树洗果树菜的 一般有一些呢 从营养上 或者从一些科学上讲的 有的时候会用一些碱 或者我们说一些桃米水 现在家里吃饭 吃的粮食少了 桃米水的浓度不够了 所以用一点碱 要想生吃的时候 去泡一泡也可以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用一些米汤之类的 就是那面汤 来进行泡洗这个想要生吃的这种菜 也有一定的去除农药的作用 这是好办法 都不浪费了 那夏天的时候 就是吃哪一大类的菜 或者是有什么特点的菜 可能会更好一些 实际上啊 我觉得什么都应该吃 没有什么 哪一类可以吃 哪一类不可以吃 只是说呢 哪一类的东西怎么吃 可能是更好一些 实际就拿姜来说 比如说 把这个姜 用这个醋泡一下 其实你吃 很好的 第一可以有杀菌 可以有暖胃 可以防止感冒 同时呢 它也可以对你的这个脾胃 是一个调整过程 实际呢 在我们的平时 虽然量不大 但是它起到的作用 是非常独特的 像我们的叶子菜 在夏天里头吃的比较多 因为它 第一是英季 第二是它的维生素特别多 特别维生素 吃起来也非常方便 所以不能说是 吃哪一个菜更好 应该是说 在夏天里头 一定要吃各种各样的菜 但是各种各样菜 都吃的时候 一定不要少了叶子菜 好 非常感谢张教授 后我们先讲 100位观众的讲座嘉宾 把健康之路过健康生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夏天蔬菜多 那您知道 夏天最常见的野菜 是什么吗 我过来捞田医院 可好吃 夏天瓜菜鲜 可您真会吃 这些最常见的菜吗 一家人一下送进医院 差点有一个小孩就没了 看似平常的蔬菜瓜果 您了解他们的妙用吗 解放军309医院营养科 主任营养师张业 将为您现场解读 如何选择蔬菜瓜果 度过清凉医院